想到因為捐水了以後 更豐富我自己 還有就是我家師兄 我們的人生這樣子 共同組成一個家庭 因為參加捐骨髓的活動 巧琳認識了先生 生了兩個可愛的小寶貝 緣分的巧妙難以解釋 還在念書的時候 同學找我過去參加宴血活動 很久了 那時候離我捐的時候 是大概13年的時間 隔了13年 沛隊成功也遇到了另一半 他們一家人 現在更是大力推廣捐骨髓的活動 穿著背心100多位骨髓捐贈者 成為推廣志工 在每年9月的第三個星期六 是世界骨髓捐贈者日 而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 在9月擴大舉辦宣導活動 向每一位捐贈者致敬 先救人要緊 先把人救到了 之後我先去做這樣的捐水的工作 之後我再來開刀 先跟醫生請教 寧願將骨刺手術延後也要先救人 刺激骨髓幹細胞中心成立將近23年 已經完成4400多例的骨髓捐贈 現在每一天都有一個個案的捐贈 所以說一年大概有360幾例的幹細胞捐贈 那這個台灣這個捐贈 以我們人口來說是密度是滿高的 那我們更希望的是社會大眾 可以更清楚地知道 骨髓幹細胞捐贈的意義是什麼 只要捐血10CC就能完成骨髓資料建檔 希望社會更接納骨髓捐贈的風氣 造福更多病友 大家希望環境庭捐原機台北報導